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剛剛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是已經把這個前五名的做出來 然後並且請各位在旁邊 繪製一個所謂的那個什麼 樞紐分析圖 比較簡單的方法 如果只是數量的話 我們就乾脆給它一個直條圖算了 那直條圖的話上面呢 就給它一個名稱好了 叫什麼 叫Wi-Fi熱點前五名縣市 對 像這樣子 然後這樣就滿清楚的 一看就知道了 OK 而且這個資料是來自於 什麼 政府的開放平台 這不是我亂講的 OK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台中市在這方面 其實是還滿厲害的 OK 那為什麼台北市比較少 原因何在 那如果假設你要深度了解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再把什麼 台中市這邊快點兩下 它會自己跳出一個什麼 一個資料 不過我建議啦 這個地方如果你要分析的話 你必須要在針對地址裡面 把區域給抓出來 不然的話你沒辦法知道說到底 它的這個什麼 Wi-Fi熱點到底設在哪一區是最多的 如果我還想知道 進一步了解 所以跟各位講 其實樞紐分析表 如果你還要再繼續分析的話 下一層沒有問題 你只要怎麼樣 在樞紐分析的上面快點兩下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那個數量裡面的所有資料 通通通都另外獨立出一個新的工作表 所以如果你還要想要在區域裡面 繼續再往裡面追的話 其實是可以喔 有沒有 那個區域裡面哪個地方最多 有沒有 就可以抓到說 那個Wi-Fi熱點密度最高的地方 全台灣的密度最高的地方在哪裡 其實就可以這樣抓得到 不然的話你怎麼知道 OK 所以我們把它點開來之後 就會有這個 不過我建議 這個公式怎麼會下 這個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之前的話一定是三個字 可是這裡的話有兩個字的 也有三個字的 這麻煩了 有沒有 那什麼時候用兩個字 什麼時候用三個字 這個 OK 所以如果假設我要產生這個資料 我是建議啦 我的習慣是這樣 第一個喔 在這邊快點兩下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我的習慣是把它 這個格式清掉 因為這個沒有清掉 感覺它這個就是有點顏色太多了 你如果喜歡顏色多的話 可以自己再決定好了 我習慣把它清掉 並且把這個表格改成範圍 因為如果沒有改成範圍 你在插綠藍它直接給你藍名稱叫藍衣 我們把它轉換好了 這個至於哪個方法比較OK 你可以自己找一個比較合適的方式 然後最後的話把這個藍寬 這幾個藍寬快點兩下 讓它自動調整一下 自動調整藍寬就是說 你只要把這幾藍選起來 在這幾藍的中間任何一條線快點兩下 它就會自己調整到最適合的寬度了 其中的話 如果我想要針對地址這個藍位 再去分析的話 那我可以在 它的一藍按右鍵插入一藍 不過藍寬好像太寬了 再把它 因為它會比照隔壁這些藍 所以把它拉過來一點 然後這邊加一個區好了 那如果我只要取得 那你說老師我知道我可以怎麼插入用MID 如果你要用MID的話那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到底幾個字嘛 所以MID的函數是OK 可是MID的函數你不能說老師我就是 第幾個字 郵遞區要三個字 台中是三個字 六個字嘛 所以第七個字 那要取幾個字 取兩個字也不對啊 取三個字也不對啊 你說取三個字 那問題三個字這邊就變北區明 OK 怎麼辦 所以其實這裡的話我想到的 因為之前我們有用過一個函數叫fine fine函數的話應該比較簡單 你只要fine它的四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再去fine它的區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把區的位置減掉四的位置就知道幾個字了 這是一個方法啦 它還有其他方法啦 不過我想到比較簡單 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應該還有印象嘛 插入函數裡面有個fine 然後fine什麼呢 先fine四好了 OK 比如說我先打個四 然後去哪邊找 去這裡面找找看 找到第六個字 OK 當然你也可以改成區啦 區的話這邊應該就是 區第六、第七、第八個字 所以把八減掉六 那就剩兩個字沒錯 像底下這個應該第九 九減掉六 那應該就是三個字 所以按照這樣的邏輯 按確定之後 第一個step就是先用fine 第二個step就是把它公式減下來 不包含等號 然後再插入第二個函數 第二層的話就用mid就可以了 所以這一體理論應該兩個函數 應該就可以OK了 然後mid 一樣這個資料 然後star number的話就是把它貼上 把剛剛的fine貼過來有沒有 第六個字 可是不對啊 應該是第六個字的下一個字嘛 所以加1啦 這個為什麼要加1 就是因為我不要是 如果你沒有加1 變成是就會取到 因為第六個字就是是 我不要第六 我要第七 好 那幾個字呢 我可以把它再貼上 可能要貼兩次 第一次的話 把4改成區 那意思就是說 讓我找到區的位置在哪裡 區應該就是第八個字 OK 然後再減掉什麼 剛剛那個 是在第六 所以減完之後呢 那應該就兩個字 剛好就北區 那如果你假設啦 如果是三個字的 那這邊應該 前面這個區應該是9 然後這邊應該6 9-0應該是三個字 所以一樣是取三個字 所以這樣的公式 我覺得應該比較簡單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step是先fine什麼 fine4 減下來之後 再插入mid 然後mid的話呢 就是貼 應該貼這個公式貼三次 第一次是貼這裡 然後記得加1 第二次的話呢 再貼 把這邊改成 這邊是step2 第二次貼 然後這邊要改成區 然後第三次就把它剪掉 這邊不用改 OK 有沒有 所以其實這個公式 總共貼三次 就完成我們這個要的結果 按確定 好 那你可以看到喔 像下填滿好不好OK 看起來應該是OK啦 除非說它的地址裡面 有一些錯誤的地方 那這個公式喔 它就不管你區是兩個字 還是三個字 甚至你是四個字 也沒關係 好了之後的話呢 再來喔 如果我要知道說 到底哪一個 台中哪一區 它的那個 所以這邊的話 就是把這邊再改一個名稱好了 這邊乾脆改一個 比較看得懂的工作法名稱 不然的話每個都要工作比較擠 看起來有點混亂 台中市好了 這是台中市 然後呢 再來的話就是 一樣喔 再插入什麼 枢紐分析表 所以你根據這個資料 我們就可以做統計分析了 有沒有 這把那個區 托到列 區托到池 然後呢 再把它排序一下 資料裡面的Z到A 然後並且取出 乾脆一樣是前五名好了 那我們就知道說 原來WiFi熱點最多的 其實就是在這幾區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西屯 北屯 北區 風原子也蠻多的 再來西區 不過因為我對這個 台中的分區不是那麼熟 最後當然 如果把它視覺化的話 最後一樣 再畫成一個圖表 哪一種圖表OK呢 直條圖好像最直覺 這個的話就是 把它的名稱稍微改一下 這個叫什麼 叫台中市好了 叫WiFi熱點 前五名的行政區好了 那這邊的話一樣 點這個框框一下 然後常用 換個顏色好了 我習慣是 這個把它變成紅色的字 然後出體 大概可以這樣 最後呢 這個圖利不要的話 加號這邊點一下 把圖利打勾取消 OK 那這樣就可以得到 我最後的一個圖啦 OK 類似像這樣 也就是說 將來呢 你們的練習 就是盡量找一些 比較適合拿來做練習的 然後呢 我希望你們主要就是 盡量多去熟悉這些東西 熟悉 那個 這相關的 然後當然啦 你說老師呢 我如果想要再多一些分析 或者是比較複雜分析的話 其實跟各位講 樞紐分析表絕對不只是如此 其實我們現在只用到列對不對 你說老師上面不是還有欄 對 其實如果你還有第二個欄位的資料 你可以再把它拖拉進來 它可以讓你做變化 然後還有篩選等等的 OK 那甚至喔 因為這個資料裡面 它還有什麼 還有精度跟緯度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喔 希望把它變成地圖式的導覽的話 其實是可以結合3D地圖的喔 OK 只是說這個啦 結合地圖啦 結合3D地圖 其實都可以直接取用這個資料 我想你們先試試看好了 先把剛剛講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第一個 先樞紐分析前五名的縣市 那第二步的話 是再針對台中的部分 去把台中市的前五名的縣市 把它抓出來 那我剛剛用了一個就是公式 把那個前 有沒有 區的部分因為它有兩個字 有三個字 我就利用一個公式 可以把這個 結果可以取得 OK 這個應該 試一下好了 那一樣啦 我會把這個畫面截圖啦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參考的話 我把它截圖放在雲端上好了 所以你在雲端白板上面 我剛好已經又多一個 多一個檔案 你們在雲端白板的第一個單元 第一個單元 裡面應該就有iTai1的這個 那我剛剛用的那個截圖 有些也會把它放上去 所以這邊也有了 大概就是我剛剛做的 甚至公式待會也把它放上去 你們可以再參考 這邊有公式